這是非常誠心誠意的祝福你 這個新專輯還有演唱會 時間要不要跟大家說一下 演唱會在台北The World 然後7月5號到7號連續三場 連續三場 剛好期末考 該考的都考了 就來看表演 新專輯的發行日呢 6月30號 6月30號發行 看了這麼多 可是我好像覺得有一位你的好朋友 他怎麼沒有 你們應該交情是不錯的 你不曉得是誰嗎 因為他今天剛才來現場好了 有 剛剛 有遇到 他上了下洗手間好像有遇到他 為什麼要在下洗手間的時候遇到他 你怎麼來 你有發片嗎 那他有告訴你他帶什麼禮物來嗎 我不知道 我們歡迎蘇打力主唱吳清風來到現場 清風歡迎你 我們歡迎清風來到這個今天 蘇打力主唱吳清風來到這個今天 蘇打力主唱吳清風來到現場 為什麼你跟清風有這個好交易啊 你們好像不同路線 其實如果真的要講對的事的話 就在海洋業績的時候 對 他們是前一年2004 其實你還是主持人 對 對 我是主持人 他們是2004年獲獎的台語 你們是隔一年 但你們那一年比較辛苦 因為你們那一年遇到兩次颱風 對 然後在那個頒獎公布是獨騰樂端的時候 你人不見了 然後你後來出現的時候 就宣布我們要出道了 我就說沒有人把海洋音樂記 當作出道記者會來用的 就只有你幹過這件事情這樣子 那時候其實還蠻緊張的 是 清風該不會還在廁所裡吧 唉呀 來來來來 拍遊戲過 嗨 不是說今天會漏胸肌嗎 怎麼沒有 先貼在後面了 先貼在後面 有照片 沒有Live的胸肌就對了 這是 這是 你應該很熟吧 這是小米 你家裡有中嗎 蛤 你家有中嗎 我家沒有中 但根據資料顯示 小米 對 阿美族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產品 是 不是產品啦 就是 只要是收成那個小米之後 就會進行豐年祭 所以就是希望 這樣子的感覺 可以讓他的專輯大賣 有豐壽的感覺 哇 而且小米就是阿米斯米 所以你們認識 從海洋音樂記的時候 就認識了嗎 海洋音樂記 不是長得都沒有會 但是真的是 有點久了 有點忘記了 有點忘記了 就發現很重 我們就直接放在他的手上 好 我們先這個給攝影大哥們拍照 好不好 拍照謝謝 Picture time 好 拍照 蘇明剛剛跟我邀請 有多說 他很緊張是因為今天的褲子很蹦 哈哈 怕某些地方太明顯 哈哈 那請大家挑重點不味照 好 來 後面中間 好 今天真的要很謝謝清風 星期天 今天天氣又非常的熱 白毛之中 可以來到 蘇明的姿勢回健場 謝謝 蛤 真的嗎 哈哈哈哈 好 OK 來 我們繼續來跟清風和蘇明聊一下 因為我想 這幾年你們是常在演什麼 是一些商演呢 還是說音樂記的活動呢 還是說你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私下是常常保持聯絡還是怎麼樣 蘇明還蠻常來看我們班的 真的啊 就常練團練到一半都要出現 你都知道人家練團 世界會去探戴是什麼意思 偷虧的感覺 對啊 很奇怪 空手就去啦 有 有啦 有帶東西 什麼東西 我記得我第一年去探班的時候 他們剛好在拍MV 然後我就帶了小米酒 蛤 對啊 那不是因為一連八連在拍MV 沒有 因為他們應該拍得很累 每個酒量都很懂 補充體力一下 不是那才一罐大家一起喝應該還好 蛤 一瓶 他們有補六個人一罐這樣夠喝嗎 夠啦 因為真的也是帶工作啊 對啊 所以小米酒有拉近感情的效果 有啊 所以你就這樣送我小米 我倒是沒有想到這個觀點 然後我再釀一次回去 沒有啊 送小米的原因真的根據資料顯示 要我在解釋 所以是從探班開始 從探班開始 沒有啊 其實是表演的時候認識 真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有演出要不要來看 或者是他就是來探班 想探班 OK 所以他們剛才表演 那你們算介面次數很 很長啊 上一次是他們演唱會的時候 在小巨大 你辦桌有請他去嗎 蛤 你辦桌的時候 我辦桌的時候 是啊 我們有一整張專輯都在台東弄的啊 哦 那時候你也在台東 那時候有 你那時候有在嗎 有在啊 我很想 我們是在鐵道村還拍 那個很奇怪的Havy 鐵道村你還沒有印象 對啊我去那邊啊 那時候你在喔 我每次我都偷偷來 偷偷去唱 今天是 記憶力靠差 記憶力真的有點不太好 把我所有心力都放在自己的歌詞 所以淑冰跟清風的交情一直都在這些年 因為很多的音樂機會都還一直維繫著這樣子 你聽過他的新專輯嗎 聽過了 感覺怎麼樣 跟他分享一下你的感覺 就是在聽的時候會有很多畫面 就是我就覺得 有時候自己寫歌的人啊 就是聽別人的歌的時候 會有一種 如果我也寫出這種歌就好了 這種心情 聽他的專輯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 是 是 真假的 對 因為其實我也 我如果不點那個翻譯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歌詞在講什麼 可是 心中會有一個自己想像出來的畫面 就好像你也在創作那種感覺 是是是 我學不出好的中文啊 所以只好學 不會啊 如果你要出中文的聲音 我也會幫你寫 對啊 你可以直接現場邀歌啊 不錯耶 今天都是畫面藝耶 對啊 想要鑽一些外塊嗎 不過淑冰沒有考慮出一張 自己的國語專輯過嗎 因為這兩次都是用沐浴的創作 我現在就是 因為我當兵奉獻給國家 所以 我就用這樣當兵的心情奉獻給我自己的事情 是 所以 等到我退伍之後 從部落退伍之後 應該就可以寫中文歌了 可是其實 寶貞這些年對部落的活動 尤其是 就是傳承的這個事情 做的蠻多的 就是 常常辦演唱會 然後用演唱會的收錄 就 掲給自己的部落 甚至附近的部落都一起來 是是是 其實我反而覺得 應該要一直用母語創作 母語創作得更好 對啊 因為這是他才會的東西嘛 而且我覺得 需要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是是是 我覺得很棒 那如果母語跟蘇達利合作一首歌這樣子 對 就一半中文一半母語 教我唱你的母語 對耶 這個 這個火花很值得期待喔 其實那時候 他演唱會 我注意到開場 你有唱 偷偷唱兩句火海 真的嗎 在小區道裡不是嗎 我們是亂唱的 真的嗎 我常常會有一些 你啊啊自己亂唱的 他很隨興啦 但是你很認真啦 有一點像 有像喔 有像 是是是 那下次可以延伸吧 延伸領域 所以代表我從新 那個服飾新領域的這個語言 就是跟原住民語有點接近 是是是 可能內心有留著一個原住民的血液 血液這樣子 好 現場有沒有什麼 不要太投笑了 要發問的這樣 有沒有 不然我就最後把時間 留給兩位 有沒有要不拍不問 對 留給兩位是 是你繼續 哈哈哈 好啦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再一次謝謝青蓉來到現場 青蓉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 順便最後有沒有什麼訊息 有一些話要跟大家說 尤其暑假這麼長 你知道現在那個 溫室效應 音樂器也變多 表演的這個機會 可能也會拉長許多 而且其實在新專輯發表前 你走了 幾乎是全台走透透到很多的學校去 你最遠到了蘭嶼啊 蘭嶼中學 蘭嶼中學去分享 跟那邊的 你跟現在年輕人 溝通的感覺是怎樣 我看好多你臉書上 有人貼上去的畫面是 你講到一半就變電影派對了 對不對 那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其實我希望給 原住民年輕人 在創育上 更多的刺激 是 因為使用母語 我覺得用電影 是我自己 創作出來的 那我覺得 使用母語還有更多的 方法 然後如果還有更多 原住民的 我覺得是內涵的東西 可以拿來做一些什麼 像歷史題材可以拍電影啊 或是食材可以做麵包 對對對 之類的 不過你已經把原住民音樂 帶到一個很前面的地方了 這個是大家都非常欣賞的地方 我還要加油 繼續加油 是是是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所有的媒體朋友到現場來 今天幾九月最近 暫時告一個段落 也在這些使命 OK 謝謝大家 謝謝 現場拍或者是要發問的 我們都還可以在這裡 需要吉他嗎 好 那隨便麻煩你 就我們吉他背著一下 讓攝影師 就是攝影大哥們 可以多拍一些不同的鏡頭 好 那我先進行這個拍照 我拍的一些部分 好 來 好 好 好,謝謝大家,謝謝